武漢狠心的父親當街鎖兒子找人養 父親給我帮我去 不要走 切肉不離皮,環境再難捱 父母都不捨得丟下親生子女 但湖北楚天都市報報道 武漢一個勝利的男人 就用鐵鏈把八歲仔鎖在鐵路的信號桿 還希望有好心人收養 不少路人看不過眼 有人嘗試解開鐵鏈,但不成功 有人就和男人理論還打起來 公案到場剪斷鐵鏈,被男童回家和爺爺一起住 據說男人曾經因為嘔鬥,盜竊入獄 去年才出牢,想不到今次因為打人又野冠飛